江映蓉每次发自己的照片,都会有人感叹,这张面到底是谁啊? 和当初快乐女生舞台上唱歌的江映蓉,简直判若两人。 不只是五官有了些变化,就连肤色都改变了。 走起了欧美风,颜值可以靠外力改变,但是身材要变化,只能凭借主观能动性来完成了。 江映蓉本身属于骨架大的那种身材,稍微不控制体重看起来就会很胖。 不过江映蓉从来没回避这个事实,他曾经在微博上杀了自己的体重,这不会说谎,130斤明明白吧,腰围测量出来是90厘米,这是个什么概念呢? 据说瘦子同利亚的腰围,大概是61厘米左右,于是江映蓉开始疯狂的减肥了。 并且专门录制了视频,见证自己这段经历,不过最近他好像是到了瓶颈期。 半个月过去了,体质制叫了一个单位,可丧气。 说的原因,还是因为没有控制好自己的嘴,江映蓉对教练承认了,说昨晚发归喝了半瓶威士忌,看得出来江映蓉还是有点怕教练。 小心翼翼的问教练是不是生气了哈哈哈哈,镜头给到正在吃饭的教练,听到江映蓉说自己喝了酒,教练有点不开心了,然后冷冷的甩出四个字。 没有生气,这个时候网友发现,戴着墨镜的这位高冷教练,有点脸帅了,这个角度看,还有点神似黄锦鱼。 本来是想看江映蓉如何健身减肥的,结果教练出现之后,画风全部歪了,一大拨人都注意到了教练帅气的颜值,可能是不想面对镜头。 这位教练全程都带着墨镜上课,有点可惜没看到五官啊,明星被身边的人抢走了风头这种事还是赚不少,像健身教练还只是偶尔出现一下。 但是明星的助理几乎就是形影不离,前段时间沈月的经纪人就火了,和沈月同框,感觉经纪人姐姐才是真明星,而沈月像一个小助理,无心助理的美貌也不容小觑,即使没有穿华丽的礼服也没有化妆,依然看得出来,右边的助理小姐姐气质挺好。 看来明星的竞争对手不只是同行,身边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抢自己的风头呢。